这个不管怎么样 周杰伦盛大的把婚给结了 汪峰华丽丽的把婚给求成了 所以呢接下来就应该问问 黄晓明和安吉拉贝比这一对了 必须向他们两口子 来讨教一下他们的计划 只是在我们心中一向 有着公主情节的贝比 好像其实不太在意 形式上的东西呢 床花捡起来 服带扎起来 再配上对联五十大红妆 这浓浓的年味就提前到来咯 咱们贝比的新年计划 也是早早打算好了 每一年过年 其实都会去大家家里面 拜个年 问个好 别的计划放一边 新年搭配黄教主 给各家长辈拜年 算作头等重要的大事了 这稳固的恋情 想必卖上婚姻殿堂 是妥妥的啦 这两天一直卖力 争头条的王丰大哥 把求婚的大事都给完成了 想必黄教主 也是要来个盛大的仪式才行的 其实没有想过这一些 我觉得顺其自然就好 然后其实我跟 我跟那个小苗都是属于 比较踏实的那一种吧 所以也不在意 有什么仪式或者什么形式 所以大家感觉输出就好 看来有只公主亲戚的baby 反而不喜欢这种 流于形式的东西呢 也是啊 人家两口子的事情 没必要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啊 反正咱们又不怕没有头条 我觉得如果有具体的计划的话 会跟大家说 但现在什么事都还没有决定 所以就请大家先别催我吧 娱乐星天帝真正的头条 从来都不怕被抢 综合不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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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